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全球视野 我是奥雪 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5号星期五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澎湖渔船又遭骚扰 台中舰冲英勇护渔民 乌克兰黑海袭击奏效 俄军将战舰撤离克里米亚 意大利截获中国制造重装无人机 原定送往利比亚 欧盟准备抑制中国倾销低端芯片 法国距离第二轮投票只剩两天 选情高度紧张 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5号澎湖渔船在海峡中线移动作业 突然遭到中共海警船跟肩骚扰 并广播驱离澎湖渔船 台湾海巡署部署在附近台中舰舰撞 马上开到海警船与台湾渔船中间 以隔开双方的方式保护台湾渔船 船中美侦察机进行电子战 并在南海紧张对峙12小时 据海巡人员透露 当时台中舰赶到时 台湾渔船是在台湾渔业属公布的护渔范围内 为避免中共海警船持续骚扰渔民 也持续以广播方式 要求中共海警船不要干扰台方渔船航行 有附近海域经过的船舶特别拍摄了台中舰勇敢护渔的影片 传送海巡以力澄清不实报道 同时海巡书也已将海峡中线附近的海域列为巡翼重点 全面提升执法巡护作为 呼吁渔民朋友在海上遇到突发状况 请拨打118海巡服务专线 海巡舰艇会立即前往远处 确保渔民海上作业安全 此前周二 在金门外海 中共领海基线内2.9海里出作业的 彭湖级渔船大进满88号 被中共海警船登检扣押 并把渔船及船上5名渔民带到泉州围头港 据美国之音报道 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接种担心 中共海警未来不但可能继续对台湾渔船下手 受台湾国军雇用执行外离岛物资运补 与人员交通的军租商船 也可能成为中共海上执法单位的目标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周三 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 针对记者提问拜登政府对此事有何反应时说 我们显然正在密切关注这个事态 我们将继续这么做 此外5号台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24小时内 军方发现了中共的6艘军舰 和36架军机 其中35架穿越了台湾海峡中线 以监测到这一情况 并做出了相应的反应 据中央社报道 5号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 在台北举办的 《中国法律战与反分裂国家法》 对印太区域的危害国际研讨会时指出 台湾议题已经全球化 是专制和自由之间的冲突问题 美国立国的根本原则就是主权在民 所以美国对于台湾问题如何解决 就是必须要由两岸人民同意 而台湾人民已发展出独立于中共的主权意识和民主社会 国防院执行长陈明奇指出 中共的《惩治台独22条》与反分裂国家法 都是对台整体作战的一环 是要让台湾人民认为 保护民主自由不值得 觉得被孤立 因此台湾更要与盟友共享价值 坚守自由民主的立场 据新头壳消息 有网友透露 美军出动了EA-18G咆哮者电子战机 和RC-135战略侦察机 中国派出了运9电子战机和815A型电子侦察舰等 双方展开电子战并持续近12小时 中共军队南部战区的官方微博 在6月30号晚10点发布一张图片 配文碧海深处萧嫣龙晚安 引发外界猜测 这是对电子战的暗示 据法新社4号的报道 菲律宾陆军发言人德马阿拉表示 此前部署在菲律宾参与美飞联合军演的 美国低风中程飞弹发射系统 将于最晚9月撤回美国 这一消息令外界猜测 网传的中美电子战事件并非空穴来风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证实 美国陆军首次在第一岛链的菲律宾北部区域 部署低风陆军机动飞弹系统 美军将其部署在菲律宾旅宋岛 意在吓阻中共 另外据空军与太空军杂志3号报道 驻日本三则空军基地的36架F16战斗机 将替换为48架F35A隐形战斗机 驻冲绳加首纳空军基地的老式F15CD 则将替换为更先进的F15EX战斗机 该基地将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 首个常态化部署F35A战斗机的空军基地 五角大厦强调 这一现代化计划将耗资超过100亿美元 旨在加强美日联盟 强化地区威慑 保持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分析认为 这些部署计划是美军应对太平洋地区 与中共可能爆发高端冲突的重要措施 5号消息 俄罗斯海军被迫将其几乎所有黑海舰队战舰 从克里米亚迁往其他地点 这反映出乌克兰军方对该地区的攻势奏效 乌克兰海军中将内日帕帕表示 乌克兰导弹和海军无人机的攻击 对萨瓦斯托波尔基地造成严重破坏 导致当地俄军的主要海军枢纽失去作用 据悉乌克兰在近一段时间以来 袭击俄军在克里米亚关舰的后勤基地 当地是俄军海军进行训练 维修与储存物资的关键场所 在海军方面 乌克兰没有大型军舰 但倾向于使用装满炸药的无人海军舰艇 瞄准俄军船只 采用风暴支引和反制导弹 袭击俄国目标 这导致基本所有主要战备舰艇 都不敢在主要基地逗留 为俄国造成了大量不便 在7号的乌克兰海军日到来之前 内日帕帕表示 乌克兰已摧毁或损坏了27艘俄国海军舰艇 其中5艘是被海军无人机 在塞瓦斯托波尔湾附近埋设的水雷摧毁的 乌克兰海军编制的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6月27号 已有10艘俄罗斯军舰驻扎在亚素海 而在2023年 没有1艘军舰在该地区 这反映出塞瓦斯托波尔基地遇到袭击之后 俄军采取了调离军舰的战略 2022年4月 乌克兰反舰飞弹击沉了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 对克里姆林宫来说 这是一次耻辱性的打击 内日帕帕表示 预计基辅很快就会收到盟友供给的美制F-16战斗机 他们将挑战俄罗斯对黑海领空的全面统治 配备核式武器的F-16将能够击退俄罗斯战机 在F-16的帮助下 黑海西北部地区 特别是民用船只的走廊 将会几乎百分之百安全 他补充说 乌克兰希望扩大其航运走廊 目前走廊仅涉及奥德萨三个主要港口的海上交通 已包括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港口 但这仍然不够 乌克兰预计将在今年夏天接收第一架F-16战斗机 一年前 丹麦和荷兰在北约峰会上 与其他九个国家建立了战斗机联盟 宣布对基辅援助F-16参与作战 意大利官员称 4号两家中国制造的模仿MQ-9死神的军用无人机 在运往利比亚时被截获 他们被伪装成锋利涡轮机 试图蒙混过关 据悉两架军用无人机 在从中国飞往利比亚的途中 被意大利当局扣押 官员称海关在货柜中发现了这些设施 调查人员表示 无人机零件被隐藏在 看起来像锋利涡轮机风扇叶片的材料中 目的是隐藏其真正作用 泰晤士报报导称 被查获的无人机属于翼龙无人机 是中国制造的重装无人机 其最大的速度和高度都逊色于死神无人机 意大利海关和海事当局证实了这一点 声明中表示 焦亚陶罗港的官员 截获了6个标有风力发电机零件的货柜 这些货柜实际上装满了军用无人机的机身和机翼 遭到负责打击走私的海关机构发现 根据调查人员介绍 这些无人机吨位超过三吨 长度超过32英尺 翼展超过65英尺 意大利当局已根据美国情报采取行动 分享中方走私情报 根据报道 这些无人机的目的是班加西 因此可以交付给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势力 利比亚国民军的将军哈夫塔尔 意大利当局表示 被扣押的货物可能违反了联合国长期以来 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规则 目前尚不知晓 中共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有观点认为 这些无人机可能来自中国 或者是由阿联酋从中国购买送往利比亚 长期以来 阿联酋对哈夫塔尔提供支持 目前为止 尚无国家和政府为这批违规武器的来源负责 5号消息指出 欧盟委员会近期开始征求 地区半导体行业对于中方扩张传统制成芯片生产的做法 防止北京将大量低端芯片送入欧洲市场 类似的芯片大于28奈米以上 可以适用于洗衣机 医疗设备乃至汽车等产品 中共政府虽然在精密芯片的制成上 无法与外界相比 但在低端芯片产业上 以低价占据市场 欧盟委员会方面考虑到这个因素 对欧洲本土企业的异想进行了调查 预计芯片行业与芯片使用者企业 可以进行两项资源调查 反馈在9月份将被收回 有关做法被认为是欧盟采取行动的先兆 此前欧盟为了保护本土电动车制造厂商 不被中方低价倾销产品剥夺竞争力 对中国电动车加征了关税 最高达到37.6%的临时性进口关税 在5号已经开始生效 这个做法被认为只是欧盟对华强硬政策的开端 在去年 北京设立400亿美元规模的国家投资基金 以强化投资半导体生产行业 引发各国警惕 欧盟委员会反垄断事务负责人 维斯塔格此前在4月表示 他在与美国商长雷蒙多等高级官员会晤之后 有可能会启动针对28奈米以上芯片产品的调查 也是在同期欧盟委员会发布了针对中国半导体 电信设备和在商能源等许多行业的研究 内容包括政府部门如何对其国内产业提供多个层面的支持 包括资金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做法 反映出其企业可能占据不公平优势 业内人士警告 如果北京对市场清销其国有补贴制造而成的产品 西方芯片商将失去生存空间 其补贴让中方企业获得不公平优势 阿斯麦等设备供应商 长期对中国出售低端芯片设施并从中盈利 对于德国企业应非零 法国企业伊法半导体和荷兰企业恩质普等公司来说 他们与中方发展业务 企业方面从事关键的汽车芯片与电力基础芯片生产 与北京合作之余也存在业务竞争 而这对于欧洲的一些工业、航天、汽车与健康科技产业等机构来说 某些企业可能正在使用中国提供的芯片来实现生产 此前大流行期间 芯片供应出现了短期 一些企业在生产线中采用了中国的芯片 如果欧盟的调查继续 这些企业同样面临着做出新的选择 以找到替换中方产品的途径 距离历史性的第二轮立法选举还有两天时间 在高度紧张的法国 各种事故层出不穷 如果周日没有明确的多数票 法国可能会向极右翼倾斜或变得无法治理 法新社报道 竞选活动将于本周五结束 可面对频发的言语和肢体冲突 政府宣布将在周日晚动员3万名警察和宪兵 以应对第二轮选举 6月9号晚 在极右翼于欧洲大选中获胜后 马克龙总统突然决定解散议会 而为了防止极右派80年来首次在法国执政 右翼、中右翼和左翼的200多名候选人 同意退出选举 这可能会削弱上周日在第一轮选举中 胜出的极右翼势头 根据这项名为LCI、费加罗报和南方广播电台进行的调查 国民联盟及其盟友将在第二轮选举后 赢得210至240个席位 远低于绝对多数所需的289个席位 总统阵营可能会从退选中获益 获得95至125名议员 但无论如何 仍将落后于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 可能获得的170至200个议席 传统右翼共和党有望得到25至45席 尽管呼吁抵挡极右翼的呼声此起彼伏 28岁的国民联盟主席巴尔德拉 仍坚称他的阵营会获胜 他并将由此成为法国最年轻的总理 不过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和马克龙的中右翼阵营 也不断警告极右翼胜选的危险 就连法国足球队队长姆巴佩 也在周四再次大声疾呼 情况紧急 我们不能把国家交到这些人的手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一轮选举结果 简直是灾难 政治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除非出现不太可能的重大动荡 这两大阵营在周日都不会获得明显的多数票 从而有可能使国家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 就陷入无法治理的状态 为了避免瘫痪 一些中右翼和左翼领导人正在考虑建立一个广泛的跨党派联盟 不过这样的一个联盟的轮廓仍然非常模糊 对此资深媒体人庞忠认为 第二轮投票 法国可能会出现有史以来从没遭遇过的政治格局 如果极右翼胜利 国家将可能陷入危险的未来 如果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国会获得绝对多数 法国将可能成为一个难以治理的国家 由于没有足够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 总统阵营远远不可能获得绝对多数 如果国会没有一个明确的绝对多数 法国就存在着陷入体制僵局的风险 虽然国家没有规定组建政府的时间表 但在政府缺席的情况下 任何立法或法规文本都无法通过 这期的全球视野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